欢迎来收听 荒唐相探索 要上课 太多事情可能做不来 我尽量 好的 今天的这个荒唐欧北共呢 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终于终于去看了我疫情之后人生的第一场线下 我的天哪 疫情开放到现在都多久了 2023年开始了 保安现在已经2024年的6月 今天录音是6月24号 我的老天儿一年半了 我才看到第一场线下 我之前到底是我不要抽票 都抽没票 这可怜啊 好的 总之 我去看了Baby I'm a Monster Baby Monster的那个台北见面会 今天这一集呢 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的Baby Monster见面会的心得 本来是想要打成文字 但觉得要打成文字好累哦 我还是录Podcast好了 反正有一个Podcast在这里 虽然很久没更新 但yeah whatever Let's get started 我先简单讲一下为什么入坑了Baby Monster 因为一直来YG家的团体呢 我都是听音乐 所以我其实是音贩 男团女团都是 比如说从Big Ben啊 Icon Winner Charger 我应该没有到在其他男团吧 如果有的话请原谅我 因为毕竟我不是YG家煮饭 然后女团的话像21 Blackpink 都是算是音贩 没有认真的入坑这样子 到了Baby Monster要出道的时候 当然会有消息出来嘛 就说YG隔了多久多久要推出新女团 但我印象中不是讲了就马上推 它是有一个前期的预热期吧 就是它有释出很多练习生的影片这样子 然后我怎么记得 就是好像一开始说是7个人 后来又说可能会是5个人 但最后出道的时候又是7个人 这中间我实在是有点不是很理解 然后请原谅我 因为我在入坑之后 这一段我真的是没有搞清楚 我不算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追Baby Monster 请大家不要骂我 对 我就是觉得他们的音乐很好听 然后呢 他们的综艺 也不是综艺 就是YouTube上面的这些影片我有看 但是出道前起的那些东西 我真的就是不是很了解 好 那反正呢 一开始他们出那个Better Up的时候 只有6个人嘛 就是因为阿亨他身体的状况他没有参加 阿亨他的那个中文名字 后面那个字我真的不会念 所以我就念韩文 吼 所以第一次出Better Up的时候 我觉得这首歌呢 是有中我的 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但当时我是完全没有去认人是谁 我就觉得 哦 这首歌很好听 就是YG一贯的风格 一听就知道是YG风格的歌 有在歌带里面循环一段时间 后来呢 就沉寂了一小阵子之后 终于他们又要再推出下一首 算是正式的出道曲就是Shish 我必须说呢 我第一次听到Shish的时候 在前奏到Prechorus的我都觉得 哇 很棒 很棒 很期待副歌 结果副歌在那边Shish Sh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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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真的是 蛤 真的是这样哦 但我跟你们说哦 就像表姐说的 欧巴报仇 欧逆报仇 韩团报仇三年不晚 你们知道吗 大概隔了差不多两三天之后 脑袋就开始在那边 Sh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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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就莫名的觉得 诶 这首歌其实蛮顺的 蛮好听的耶 然后呢 我就开始去找一些他们的影片 就他们YouTube频道不是有很多影片吗 就看他们练习生时期的那什么 我原来凶嘎 Oh my god 吓到 吓死 实力怎么好成那样 然后就觉得成员们都蛮可爱的 就算是入坑 但不是那种很夸张对他们极其了解的粉丝就是了 OK 总之呢 因为这样呢 我就开始关心Baby Monster 就有追踪他们的官方的账号啊 会看他们YouTube的影片啊 然后有一天消息就来了 就说 Baby Monster 6月23号要来台北办见面会 我现在说 Oh my god 我的机会来了吗 而且那时候票价公开 特A区 反正就摇滚区 4,900耶 Come on 很便宜 迷媚的那个价值观就是这样 一双4,900的鞋子 鞋子 会觉得 Oh my god 太贵了吧 谁要穿出4,900的鞋子 但是门票4,900 买 便宜到不行 买 Anyway呢 就到了抢票的那一天 失败收场 失败 我到底是有网报来的 失败 因为它有一个会员预售 然后跟一个后来的售票嘛 两场都失败 两次了 两次都失败 到底是有多烂 我到底有多会抢票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 OK 好啦 看来老天注定 就我把这4,900的鞋子 拿去买一些其他喜欢的东西咯 结果呢 隔一两个小时吧 抢票之后 我的学生就跟我说 老师老师 你是不是在买那个 Baby Monster的票 我说对啊对啊对啊 他就说 我这边有一个那个让票的群组 他们有多抢带的票 老师你需要吗 我说 好啊 好啊 当然了 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说 哦 有一张4,900的票哦 可是因为我是要跟朋友一起去看 我就跟他说 嗯 我需要两张票 那没关系先不用好了 然后后来他跟我说 老师老师 现在有两张什么 几千哪一个区的票忘记了 但因为当时我的朋友一直没回我 所以我就想说 啊 那不然我先放掉好了 到了第三次 他就问我说 老师老师老师 现在有293G的票哦 我想说算了啦算了啦 我先买下来 然后那个 如果朋友没有要看的话 我再想办法找人就好了 就算没有的话 卖掉应该也不会 卖不掉吧 非常非常感谢这位学生 因为有你 我看得到 Baby Monster 好 那总之呢 就到了昨天 我就去看了Baby Monster 哇 久违的线下 我真的是觉得 哇塞 好久没有重温那种 在现场跟大家一起应援那种感动 就是你们知道 一波MV大家就 然后到了该应援的时候 大家都会一起应援那种感觉 真的是 很不可思议 然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呢 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去 在它启用之后 我必须说对于北流 我觉得它里面的场地 是蛮不错的 就是算是一个不错的 这个演出的场地 但外观看起来就真的是觉得 嗯 嗯 OK 这是个人观感 我觉得 好像有点舅舅的感觉 可能 maybe 它原始的设计 就是走这个舅舅的 喜舅风 刷舅风 whatever 反正我对它的外观 不是很满意 但那不是重点 重点我是去看 Baby Monster 我觉得我可能真的真的太久太久 没有看这种线下的实体活动 一起感受现场那个氛围 我跟你们说 在那个VCR出来之后 他们有一个前导的intro嘛 诶 他们那个升降舞台一出来 站上来之后 我竟然落泪诶 很浮夸 而且那个眼泪是不能控制 它自己落下来 虽然不是到哽咽那种 哼哼哼的哭 但就是默默的落下 两行轻泪 真的是两行轻泪 没有在开玩笑 很夸张 我觉得好浮夸哦 然后到开始唱Shish的时候 我都还在落泪诶 我的两行轻泪还在落 好扯好扯 怎么那么扯 anyway我终于看到 Shish的这个live版本的舞台了 我的老天儿 诶 我只能说 Amazing诶 太棒 真的太棒 真的 除了这些词 我真的找不到其他形容词了 因为他们之前在M Countdown 跟那个In Giga 不是有拿手麦吗 那时候我就觉得 天哪 这首歌一定要开始现场 因为rap line 真的是太强了 诶 他们是这样讲rap line吗 因为房贷是说rap line 抱歉 因为我追baby monster的时候呢 不算是那种 所有资讯都会接受的人 然后我周边就只有一个朋友 跟我一起追 所以呢 我不是很清楚 就是他们是不是这样分 但是我看他们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们也是说 比如说 Rami是Pukor 所以应该是rap line 反正我觉得rap line的rap 真的太震撼了 超震撼 我觉得好夸张哦 那个Luca Luca在rap的时候 好帅 怎么那么帅 Oh my god 然后Lucarap的时候 那个声音真的是 直接要喷掉 喷爆掉 那个麦 我都觉得 我如果smile 我就觉得 救命救命救命 我快要承受不住了 好夸张哦 然后再来阿昌也是 阿昌的rap真的也 好强哦 就是 我对于YG家的rap 一向都觉得 YG家的rap 真的真的非常的厉害 YG出品rap 绝对是保证 从过去到现在的团体 都是这样 就算是女团也是一样 To Any One到Blackpink 他们的rap都是 非常的这个顶级 非常的厉害 所以到Baby Monster 也是 Rap line真的 好强 然后阿萨 天哪 阿萨真的是 我觉得阿萨是反差猛 因为她平常看起来 就是那种柔柔的 可是她念rap的时候 怎么那么帅 阿萨真的好帅 但我必须要说 我个人 一直都觉得 阿萨长得有点像领袖香 如果有觉得冒犯的话 请你量我 我真的觉得 她长得有点像领袖香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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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你 反正 rap那一段 真的震惊到我诶 我都会觉得 天哪 我很想要一直回味 这个rap的这一段诶 这么的惊人 然后 那个出场的时候 不是有那个 的的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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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I'm a monster 哇 大家一起喊这个的时候 我起雞皮疙瘩诶 我太久没有在线下了 我真的起雞皮疙瘩诶 然后 后来大家一起在念那个rap 不是rap 一起念应援的时候 我真的是觉得 天哪 怎么会 这么的感动 真的很感人 好然后接下来就唱那个 Like That 我好喜欢这首歌 我真的好喜欢 Charlie Proof 真的还是太会写歌了 这首歌的旋律 就是标准 会打中我的这种歌曲 有一点点 维拉丁风吗 反正 我很喜欢这首歌 然后这首歌呢 所有人的表现 都真的真的很厉害 尤其到后面有一些 阿辉拿 或者是拉米 他们其他的和声高音 什么的 真的都 好厉害哦 然后我觉得我要特别说 我觉得那个 Parrita 诶 Parrita 他用尽全力在唱歌的时候 有点强 因为有一些part 比如说什么 Do or Die 这个地方 Parrita也有一个部分 对不对 诶 Parrita在唱高音的时候 一样也是快要爆麦的状态 我就觉得天哪 Baby Monster 就是新一代的铁肺女团 他们就是七个韩国版小Beyonce吧 诶 诶 诶 我这样讲 会被骂吗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我个人的感受 啊 我个人的感受 好不好 OK 好 总之呢 我觉得 他们现场live真的是 没话数 真的太震撼 太太太太好看了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 互动的环节 这场的主持人 诶 我的朋友说是 旺福的Queenie 但因为我跟旺福 不是那么的熟 我不太确定 旺福的主张是谁 但我觉得他主持的 算还蛮不错的 就是流程顺下来 都还是顺的 没有什么卡卡的啊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他主持的时候呢 功课有做足 所以整场的主持下来 是觉得非常的顺畅 觉得很OK 没有什么问题的 再来就是翻译老师 翻译老师呢 听声音 我应该可以认得出 他是谁 就我有印象 他的长相是怎样 因为这个翻译老师 很常是韩兴的翻译 但是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对不起 从前一面 不是李向梅老师 李向梅是短头发的 是一个长头发 戴眼镜的吧 但是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对不起老师 真的对不起 那因为他已经是 很专业的翻译老师了 所以他真的在翻译的时候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但因为我本身 听很多韩文 所以不需要翻译 也是没关系 好 再来下一个环节呢 就是他们每一个人 会挑一个照片 然后讲一个故事 这样 我觉得 哇 他们每一个人 讲话的时候 都好可爱哦 尤其是阿萨 阿萨讲话的时候 是那种就是 很软萌的感觉 可是他念rap的时候 超反差哎 我觉得这一次看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 好喜欢阿萨哦 因为我本来本名 算是阿萨这样 然后阿萨讲中文 也很可爱 虽然他学的中文是 可能北京 反正就是中国那边的中文 但whatever 我还是觉得他讲中文 蛮可爱的 阿萨真的也是 rap唱歌的时候 跟讲话反差 真的真的好大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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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 Chikita Chikita超级超级可爱 真不会是忙呢 我记得他14岁15岁里吧 他整场有很多的反应 都超可爱 他会闹一下旁边的姐姐 或者是说 主持人在讲一些什么东西 他都会做很多reaction 跟反应 超可爱 他很多小动作 超级超级超级可爱 我就是用一个 姨母爆炸的心态 在看Chikita 我觉得太可爱了 Chikita 他真的好可爱 就你会有一种觉得说 姨母心大爆发 阿姨不行了 救救阿姨 的这种感觉 对Chikita来说 我真的是阿姨了 因为她14岁15岁 说她15岁好了 我35岁 差10岁 是阿姨 算了算了 还是叫姐姐好了啦 生不出来都叫姐姐 Whatever Chikita 非常非常 非常的可爱 再来是Lura 我觉得Lura 真的 虽然我是从大萤幕上看的 因为我坐三楼 就是 人只看得到 大概可能 没有到蚂蚁那么夸张啦 但就是没有很大人 可是从萤幕上看 觉得 Lura 好漂亮 怎么那么漂亮呢 漂亮都不行 漂亮 好 小水 好然后反正这个环节 结束之后呢 再来就唱 Better Up 我觉得Better Up 现场大家一起 合唱的感觉 非常好 而且Better Up 是七个人的版本 因为之前MV 是出六个人吧 虽然音源 有出七个人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七个人版本 Life的Better Up 在现场那边 大家一起 Better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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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耶 好开心哦 开心到不行耶 我太久没有看线下 我真的 好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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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下一个是 一个游戏的环节 就是他们会念那个 VIP写的问题 他们每一个人 都很认真的 在回答问题 而且他们每一个人 讲话的时候 都好可爱 怎么那么可爱 怎么会这样啊 可爱死了 然后 阿昊 你有唱那个 想见你 但 很抱歉 就是因为我本人 没有看想见你 我知道想见你 在台湾很红 在韩国很红 但sorry 我就是 没有看想见你 好兴奋 反正 他唱了那个 想见你 然后拉米 也有唱歌 阿萨 也有唱歌 然后卢卡是 英雄 撒娇 超可爱的 因为他们中间 有一个那个 VCR是说 最会撒娇的人 是卢卡 然后呢 他们在抽 那个题目的时候呢 姐姐们就直接说 叫卢卡做英雄 来讲 就叫他选那一个 他就被迫做了 好可爱 真的可爱死了 想到卢卡 突然想到 卢卡跟阿萨 都是日本人 但他们是rap 我觉得这点很强 而且他们两个人 讲韩文 完全没有 日本人的口音 就是日本人 讲韩文的时候 有一些字会 发的是日文的方式 像比如说 宋气音 比如说 iroke的ke ke 的声音 突然变韩文教学 好我大概讲一下 就是日本人 他们原始的 五行音里面 好像是没有 宋气音这样子的声音的 所以像 iroke这个字呢 其实有一些 韩国人是会发 iroke iroke 他们没办法念出 iroke 你们可以观察一下 会讲韩文的日本人 如果他宋气音 念了 iroke iroke 那就表示他那个音 发不出来 可是阿萨跟卢卡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他们的口音 非常的纯字 甚至纯字 可以念rap 我觉得YG家的 韩文老师 一定非常严格 非常刁 因为要把外国人的 口音完全刁到 近乎于是母语者 超级严格 必须要很严格的程度 才有办法做到这样 而且他们还不是 只有讲韩文 他们是要用韩文rap 我真的觉得 YG家的老师 真的是需要去 开一个韩语学院 教大家 教外国人 吸引外国人 去那边学韩文 就跟大家说 他们是那个 baby monster的韩文老师 诶 要是我就去 我觉得YG可以 做这个生意哦 YG try try 好不好 搞不好YG 根本不想做这件事情 好反正我突然想到 他们rap line的 那个韩文 真的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就是穿插一下 好我继续讲就是 下一个环节呢 呃就是 画画 他们有题目 然后他们分成 两个对手在那边画画 我只能说有其中一组 他们的题目真的好难哦 夜市 夜市超难画耶 怎么画夜市啊 反正就分成team baby 跟team monster 然后team baby 那一组是由阿萨 然后他们画完之后呢 就要选那个 VIP区的粉丝 回答 然后主持人在说 哦请你们选的时候 阿萨就突然说 大鸡 我就想说 大鸡 台上又没有草莓 为什么是大鸡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 粉丝穿成一颗草莓 台下有个男 应该是男粉丝吧 穿成一颗草莓 所以阿萨看到他就说 大鸡 然后他们就选了那个大鸡 诶果然 要去看见面会 或者看演唱会 想要吸引你偶像的注意力 你就是要打扮成 很容易一眼就看得见的东西 打扮成一颗水果啊 或者是打扮成 过去他们穿过的服装 或者是把自己打扮成一颗 呃 嗯不知道 反正就是 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就对了 他真的就被选到了 好羡慕哦 因为他一眼就被阿萨看到 阿萨立刻就说 大鸡 好反正 玩游戏的这个环节呢 我觉得 算是跟大家后动也是 蛮有趣的 然后呢 现场有非常多年纪很小的小朋友耶 大概 看起来像国小吧 然后是爸爸妈妈带去的耶 然后还有那种母女一起追的 妈妈看起来超年轻 Oh my god 然后我仔细观察一下 就我在现场看到的 baby monster的女性粉丝 有很多是辣妹跟正妹耶 我在现场真的看到太多 长得很漂亮 又又化妆 然后身材又很好的人耶 这是 饭水偶像是吗 但我没有 OK那不是重点 好然后接下来呢 就又是唱歌的部分嘛 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之前在网路上 我先稍微看一下 他们巡演 应该说见面会巡演的 一些影片 然后呢 我就记得他们在最后的时候 会唱一个 rock版本的 那个 sheesh 然后就uncle的时候呢 大家都在现场喊 uncle拍手 uncle拍手 就这样一直喊一直喊之后 他们就出来 但他们出来先唱的是 Better Up Remix 另外一首个是什么 对不起忘记了 好 然后呢 他们唱完之后又下台了 然后下台之后 我朋友就说 诶 走吧走吧走吧 我就说 可是灯还没有亮 还应该还有一首 我记得有一个rock版的 那个sheesh 我朋友就说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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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就真的又坐着 因为场灯还没亮 有看我演唱会的人 就知道场灯只要还没亮 就是还有曲子没有结束 果然他们一出来 音乐一下 就是那个rock版的sheesh 我好喜欢这个rock版的sheesh 我记得他们在那个 应该是M Countdown 还是Inkigai 好像有表演过rock版的sheesh 我真的好喜欢 诶 rock版的sheesh有一个惊喜 就是阿萨本来rap的part 变成拉米 那时候我其实没有特别注意到 是听到声音之后发现 不是阿萨 是拉米诶 拉米竟然练了rap 超级可爱可爱 倒不行 我真的要被可爱哭 然后后面阿萨的高音呢 也跟前面的那个高音 唱起来是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音高有变 我真的说 阿萨每一次飙高音的时候 我真的都会觉得 麦克风 他应该会觉得他性命 就是快要美了 或者是说 他的那个协调 你们知道玩游戏的时候 不是会有那个 那个生命指数吗 可能 差不多快要降到零 因为 真的太铁肺了 太铁肺 好那反正唱完这首歌呢 整个演出就结束了 哦 对 我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到后面有一首曲子 非常非常high的时候呢 Baby monster就跟大家说 Please stand up 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听到stand up的时候 我们就很自动的站起来 站起来之后发现 嘿 我的右边完全没有人站起来 然后我们左边的那一块 也没有几个人站起来 然后所有站起来的人都一脸狐疑 说 嗯 刚刚不是叫我们stand up吗 怎么都没有人站起来 然后就立刻坐下来了 然后就发现 那个一楼 就是特区的人 他们全部都站起来了 可是 二三楼的人 大家都坐着 我就想说 不是叫我们stand up吗 啊我真的站起来 可是旁边都没有人站 而只好坐下去 就是 呀 就是这样子啦 总之呢 我觉得这是一场很精彩的见面会 当然某一个部分 是因为我真的很久没看线下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 大家一起在场内应援尖叫的那种氛围 太久没感受了 对 所以 我在开场的时候 我真的有落泪 我刚刚说的 两行青泪 然后我要再说一次 成员真的真的还是太可爱了 可爱到不行 每个人的反应都 超级 超级可爱的 OK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久没有看线下 有点太嗨 然后尖叫很多次之后 我今天工作的时候 觉得我的声音听起来怎么 有点沙哑 我就想说 我昨天有做什么事情吗 为什么声音这么沙哑 然后后来再想起来 啊 我昨天去看baby monster 在那边尖叫 然后我今天累到一个不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起床 吃完早餐之后 就莫名觉得 好想睡觉 到底为什么 我就还跑去睡一个灰龙觉 然后又爬起来再工作一下之后 又发现说 我怎么那么想睡觉 我又跑去睡觉 好夸张 然后再睡一下 都在爬起来 再继续工作 是因为年纪到了呢 还是我太久没看线下 太嗨呢 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我今天好累 好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 baby monster 见面会的心得 这一次见面会有来台湾 所以表示以后巡演的时候 势必也是会有台湾场的吧 然后希望YG就是 不要再当冷冻库 好不容易baby monster出道了 拜托 多多让他们回归 OK 虽然说我在这里喊话IG IG是谁 YG 太早讲IG了 虽然说我在这里喊话YG 他们也是听不到 但还是诚心的希望 不要冷冻他们 欸 baby monster 七月要回归 大家一起期待一些吧 OK 那以下的心得分享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五星好评 我们下次见咯 虽然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 OK 拜拜